美英澳扩大军事合作范围 美国高超音速导弹想象图 据外媒报道 近日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发表联合声明 称将扩大三边安全协议合作范围 将高超音速武器研发等军事技术合作纳入其中 2021年9月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 宣布建立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美英两国将支持澳海军建立和潜艇部队 对此 国际社会纷纷予以谴责 但美英澳不为所动 并暗中谋划扩大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合作范围 今年4月5日 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翰逊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发表联合声明 宣布澳核潜艇项目取得进展 同时表示 三国将在高超音速、武器和电子站等领域展开新的合作 声明称 上述合作计划将使三国在现有基础上深化在网络 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方面的合作 在三国声明提及的军事技术合作项目中 加快开发高超音速武器和反高超音速武器能力 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据悉 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速度至少可达5倍音速 传统导弹防御系统很难对其进行拦截 一位英国官员在接受每日邮报连线采访时表示 高超音速武器的威力已得到验证 我们应该拥有能够对其进行有效防御的能力 同时 我们还应该拥有对等反击的能力 以便对我们的潜在对手形成威慑 有消息称 在新财年预算中 五角大楼为高超音速武器研发申请了47亿美元 与之相比 上亿财年为其申请的预算为38亿美元 美国媒体称 目前 美军在高超音速武器研发方面已取得一定进展 3月中旬 美国已完成第二次高超音速导弹的试射 按照五角大楼的设想 美国将在五年国防计划内 完成所有高超音速武器的部署 具体包括2023财年部署陆基 高超音速导弹 2025财年部署DDG 1000驱逐舰专用的舰载 高超音速导弹 2027财年部署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此外 美国与澳大利亚之间还有一项名为 南十四星座综合飞行研究实验 的高超音速武器研究计划 英国官员表示 该计划不会成为三国 高超音速武器研发项目的基础 因为英国不会加入其中 美英澳将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展开新的合作研发 而非在已有项目基础上推进 去年9月 美英澳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引发相关国家的不满与抗议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对其将在地区引发持续军备竞赛 审表担忧 并表示 这种行径将刺激地区内其他国家试图拥有核潜艇 马来西亚总理认为 该联盟可能成为引发地区核军备竞赛的催化剂 此次美英澳的联合声明 再次激起国际社会的对立情绪 美国盟友加拿大也表达了不满 加拿大全球事务研究所总裁佩里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美英澳的新决定将让三国的军事技术合作 突破核潜艇项目 逐步向防务合作框架组织转变 相关地区将面临更大风险 加拿大国防部发言人丹尼尔·明顿表示 加政府将在不久后拨付专门款项 对北美防空系统进行现代化升级 言外之意是 担心美英澳三国的合作会给加拿大招致 附带伤害 事实上 美英澳三国不断扩大军事合作范围 有关做法不断加大和扩散风险 加剧亚太军备竞赛 其终极目标是打造亚太版北约 为美国霸权主义服务 周边国家对此均十分反感